Hello 大家好 又是科学故事系列的时间 今次就会讲爱因斯坦 因为爱因斯坦实在太多话说 所以就会分几集 他就是1879年出生 他的出生日期就是3月14日 很容易记的 因为这一天同时都是Pi Day 因为Pi是3.14日 他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格言 大家都知道我 就是惯常 喜欢召唤明人的格言 但是他太多了 有本书甚至叫做 The Crotable Einstein 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有很多格言都是被人召唤的 所以大家 提到他 讲过的话的时候 就要小心求证一下 这一句就是他讲过的 很出名的 他就说 这个世界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就是这个世界是可思议的 另外有一句格言 就是他没有讲过的 就是说他 让盈利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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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评Д throughout 但 marriage 其实这一句不是那一句文章 是EL onda柏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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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在老年回憶的時候說他的生命是很簡單的 應該是對任何人都不會提到興趣的 他就說只是一個事實大家知道就足夠了 就是我曾經生存過在這個世上 當然這個是他謙虛所說 現實就不是這樣 他在小時候大家想過為什麼他那麼喜歡物理呢 為什麼他以後成為了這個史上最多人認識 最出名的物理學家呢 根據他自己回憶 就是說他很小時候 他的爸爸就給了一個羅盤 即是一個指南針 他就看到這個指南針 他就發現了 即是有一種感覺 就說這個世界實有一點 深一點的奧秘 就是隱藏著在這個表面的物理現象上面 故事就是怎樣的呢 就是說 因為他爸爸就是開這個 不知道什麼工廠的 忘記了 有時候就會帶他回去 去工廠那裡 就放了他在辦公室裡面 就叫他自己一個 靜靜地在這裡玩 但是他怕會換掉他 所以就給了一個指南針 他就 有一次就看著指南針 他就發覺 無論他怎樣令指南針也好 那支指南針指的方向 都是同一個方向來的 所以他回憶的時候 他就說了這句說話 他就說我還記得這個經驗 是令到我有一個很 深刻 的印象 就說這個 這個世界一定是有些 東西很深刻地隱藏著在這個 表面 的現象上面 他所說的表面的現象 就是這個 指南針 支針 指方向北邊這個現象 當然不只是指南針 是不是 他隨著他大國 他將來都看到很多 自然現象 他就越來越興趣 但是除了物理之外 他就 數學 他自己也說的 數學對他就很有影響 其實 他 在小時候 曾經有一段時間 他自己的回憶 就是他 是很 熱衷於宗教的 他曾經 好像說 周圍昌星師 又 去作那些 詩詞 去讚頌這個上帝 但是就說 有一次 他老表 就給了一本 書 就是叫做 不記得他老表 還是他舅舅 我記得大家自己查一下 這本書就叫做 Elements 幾何元本 那就是非常出名的 就是一本書 但是出名到 大家都認識 但就未必有人過 真的看過 我嘗試看過 但是看到 那就是一本書 就是一個很出名的 顧虛烈的數學家 叫做歐紀里德 所寫的 這本書就是 史上第一本 很系統性地 由數學的公理開始 慢慢推到不同的數學定理出來的書 他就看完這本書 就是黃恩斯坦 他就發現這個數學 隱藏著一些真理在裡面 所以他就 漸漸地 他就開始由這個 宗教 變成了一個科學的人 他就說過 數學之所以應該存在 就是因為 人類體驗到 這個必須以現實世界的物體 為這個 斯表 從中學的東西 這個就是 愛因斯坦對數學的 見解 其中一個 為什麼這個紀學原本那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 他是很 一步一步地把這個 數學定理推露出來之餘 跟 一個世紀 或者很多個世紀之前 甚至到現在 還是有的一種 概念有關就是 我覺得 數學其中一個 跟現實很有關聯的分支 就是叫做 幾何學 因為幾何學就是 詳細語的英文 其實詳細語就是跟幾何學有關係的 即是地理學 就是如何去測量這個現實世界的 一種 學問來的 所以 歐紀利德寫的這本紀學原本 一直以來 兩千年以來都是被人 奉為這個 算是數學或者科學上的一本 聖經 歐紀利德曾經說過一句說話 就說在這裡 即是說在幾何學裡面 皇帝是沒有特權的 所以愛因斯坦都很受這個 幾何學的影響 但是 甚至到了他後期 當然大家知道 他就是 發表了相對論 廣義相對論 就是 將 將時空 即是出重力 描述為幾何學的一種學問 非常之厲害 遲些下一講我就會講到 他講回 他怎麼想相對論出來的呢 其實他不是突然想到要拋棄 這個牛頓的 物理學的體系 其實不是的 他首先就是想了一個 很深刻的問題 他已經想了很多年 他就是想 如果我用 光的速度 去跑 或者我騎在一束光上面 會看到什麼呢 大家想想 我 看到東西是因為 我的光 漲入了你的眼睛 如果你騎在一束光上面的話 你怎麼看到東西呢 如果你看到東西的話 除了看到前面的東西之外 應該所有其他方向 的光都追不上你的 因為你騎在一束光上面 只要它有不同 和你運動的方向不相同 那個燭光就會走得慢 那怎麼辦呢 就是看不到東西 他想了很久 思考了很久 其實他就是比較在 這個電磁學那方面 去 著手 最後就讓他想到這個 相對論 合意相對論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什麼是電磁 什麼是電磁 波 光其實就是電磁波 電磁波其實就很簡單 可以由這組 有四條公式 我們叫做 Maximals equation 去 推導出來的 下面這兩個動畫 就是 一個很形象化去描述什麼 電磁波 實際上 你看到 XYZ 三條軸就是這個空間 就是前後左右上下 紅色就是 電場 藍色就是磁場 根據這四條 Maximals equation 你就可以推導到一條公式 就是描述這個電場 和磁場 的移動 運動的方式 就是他改變的方式 不是運動 sorry 改變的方式 就會是由這個 紅和藍 這些線 去表達 這個是比較好形象化 給大家 去 用 視角去看到 究竟是什麼 實際上就不是這樣的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抽象的 的比喻 這兩個圖 OK 實際上 這個 電場和磁場 就是 就是 無論如何變化 都只是在那一點 上面變化 就不是 在空間上 XYZ軸上 是不會有一個 延長出來的 就是這些題外話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的文章 有一篇是寫光的秘密的 還有有一篇寫這個 叫做李也能懂相對論 我就有比較詳細的解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困擾了 我已經知道很多年 究竟 究竟會怎麼算呢 如果那個騎在燭光上面的話 我下一次就會解釋給大家聽 就是賣個關子 下一次就會純粹是講這個 俠義相對論 但是 他當時 其實他成績得很好的 在大學畢業 但是因為他 在教授之間的評語 太差了 所以基本上 當他畢業之後 他想找工作 想做這個 研究的助理 全歐洲所有大學 基本上都沒有人願意請他 因為他 激怒了他自己 那些指導教授 所以你知道如果要找工作 就要叫你的教授寫封推薦信給你 那些知而此類 所以他的教授寫得他很差 所以就沒有人願意請他 最終就是靠他的朋友 幫他在這個瑞士的專利局 那裏就找到一份工作 叫三級技術專家 就是你派一些 派一些 有關於科技的專利 所以就 很慘 找不到工作 他不開心到 他父親知道他 他父親寫了一些 寫信 去讓教授 去請教授 希望他請他的兒子 所以可想而知 他那時是多麼大壓力 他直到1905年 我們叫做 奧登斯坦的奇蹟年 因為他沒有大學請他 他一直要做 在專利局的工作 做事 去維持新計 因為他當時就生了一個兒子 好像生了另一個 所以他怎麼辦呢 就是用工餘時間 去在辦公室那裏做研究 自己一個做研究 他就 可以說是跟研究界斷絕關係 因為那時當然沒有那麼方便 你找論文你Google不到 所以他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原創 在區論文裡面就很少 甚至乎是沒有 去引用過其他人的論文 所以其實他是非常之厲害的 很原創性的一個科學家 在1905年這一年 安斯坦的奇蹟年 他就發表了四篇論文 其實第一篇 就是有關於 這個很革命性的光和輻射的理論 如果大家有讀過中學的物理 就知道 後來我們就叫做 光電效應 其實就是這個太陽能電池的原理 第二篇就是他 解釋了 怎樣可以去測定到原子的真實大小 其實都是非常之有原創性 這一篇論文就是 我記得好像是人類歷史以來 所有的論文之中 被人引用得最多的一篇 當然有多少人真的看過就不知道 其實這篇論文就是證明原子的存在 第三篇就是解釋這個 布朗運動 我們在初中的時候也有學過的 如果你把花粉放進一杯水裏 就看到那些花粉 你看到那些花粉 好像在那裡跳舞 大來彈去 就是因為那些花粉 被水分子去碰撞 但是我們看不到水分子 只是看到那些花粉 第四篇就是 非常出名的 俠義相對論 我下一次就會解釋一下 俠義相對論的 大概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希望我快點就會錄到這一篇 下次再說個 愛央斯坦 拜拜